他念完之後 他念完之後就跑去那個媒體LINE群裡面發飆了 對 他裡面就講說 我是不知道哪裡聽到偷吃啦 對 照謠也該有個底線吧 然後就上直播節目 他再強調一次說 他從來不認識林宇倫 然後沒有幫林 林宇倫沒有幫他打過選戰 對 然後我剛好通靈道 確實 當初爆料者不是直接給那個曲小新的 他是給他老公的 而且他那時候有跟老公聯繫 然後就說會傳檔案過去 結果檔案太大還傳不過去 所以呢 許巧新他老公就說 不然你就寄我的email 重點來了 我跟你講 那個巧新老公 你如果不記得這件事 你去翻一下你的email信箱 你忘記是哪一天的話 去年5月 5月初開始翻 大概翻兩三天你就會翻到了 如果你的email信箱 跟那個巧新的LV包包一樣多 記不清楚是哪一個email信箱 我跟你講 就是尾巴是你生日的那個email信箱 貓貓今天 我看貓貓的臉書都覺得 好像很有掛很多事情 那你到底是瞭解到什麼 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 故事十分龐大 我都不知道 他昨天 他昨天發完聲明 我都不知道從哪裡開始講 你知道我今天一堆手擺 我先從 從律師開始好不好 從律師 因為現場很多律師 羅律師 對 我先從律師 我先從律師開始 我跟你講 從律師就可以畫 他們光是律師團 就可以畫關係圖 因為婆婆請了很多個律師 不是只有那個一個兩個 是很多個律師 然後他請了律師以後 那個小杜被關進去之後 小杜自己又請了一個律師 但是那個律師沒多久之後 就涉及洗錢 游性律師 游性的那個 對 那小杜沒有幫太太請律師 她自己還要再一個 多請一個 對 婆婆已經請四個了 然後小杜自己再追加一個 只不過追加那個 就沒多久被抓走 然後因為那個林妻 她就是覺得說 都是婆婆請的 所以那個律師都不太跟 那個林妻都不太講案情 然後所以他們就是自己在請 可是他們請的時候 其實沒有讓婆婆知道 所以其實你看他們對話很明顯 婆婆聽到風聲 所以去套話 你看 她就套話 聽說你老公的爸爸 幫你的老公請了一個律師 你知道嗎 就套話 這一句就是套話了 然後就 林妻直接就回說 她爸爸早就過世了 所以她根本 所以她根本不知道是誰請的 然後她來套話 然後她套話以後 就是大概確認說 真的有請了之後 她就講說 我那個付了很多錢 然後很辛苦 我也過得很辛苦 那之前就是幫忙那個 林妻輪付的那個律師費 可以還給她 補貼給她之類的 所以這個時候就很明顯是套話 所以那個 她其實還有請個律師 就是那個幫那個林妻輪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羅律師嘛 羅律師昨天就是 中午的時候就發了聲明 就講說收看亂報 它沒有關係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對話紀錄裡面 其實都有提到羅律師啊 你看羅律復說的啦 然後還有昨天的那個 兩分多鐘的那個錄音檔啦 然後還有那個 還有就是有好幾個地方 都顯示說 羅律師真的就是有參與其中 會不會是那個羅律師 不是發聲明那個羅律師 就同一個齁 就同一個 不過我覺得這邊 我覺得可以提醒大家一下 我們最近有太多律師 其實有十幾位律師 都因為協助詐騙集團 被逮捕受壓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他們的角色 就跟我們剛剛看到的羅律師 就有點像囉 也就是說他負責會整 這些律師們 在各個不同被告 得到了什麼訊息 賠償偵訊得到什麼訊息 幫祖賢射防火槍 會整起來 那這個行為是非常危險的 現在檢調對 因為詐騙集團 已經有這樣的前案 剛好就這麼一兩個月的時間 抓了十幾個律師 所以如果在這個案件中的 律師真的也參與 做這樣的行為的話 這甚至也本身就會成為 一個被調查的對象 所以我想羅律師 會很慎重的發出他的聲明 要撇清他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好 接著就是那個 昨天巧心他的念的稿 他的聲明稿 你知道念的時候 我就想說這是巧心嗎 這是這三個禮拜的巧心嗎 怎麼念成這個樣子了 我們以前的巧心 不過你知道他念完之後 我先說他念完之後 他念完之後 就跑去那個 媒體賴群裡面發飆了 對 他裡面就講說 我是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 你聽到偷吃啦 對 照謠也該有個底線吧 對 因為那個就是他 減掉那個 1分41秒的那個 錄音檔的部分 結果他就是看到爆料以後 他就跑去那個媒體賴群發飆 那我要提 那我補充一下 我們是不知道哪裡有偷吃啦 因為錄音檔說太白了 我真的 我是透過記者去採訪 然後他有轉一個足字稿給我 我是真的看不出來有偷吃 可是周刊有附圖啊 對啊 周刊附圖啊 他寫 I had a dream about you 我不知道這樣英文對不對 很浪漫 很浪漫 我夢見你了 我在旅行的時候夢見你 太太就是跟別人的對話 應該是外國的朋友 然後先生還建立一個 真真偷情證據相本 所以小心要發什麼不妖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那個聲明 他的聲明稿其實寫得很糟 錯之一 我覺得在這麼重要的聲明稿 至少你要那個看 多看幾次嘛 他其實有很多地方 第一個他講說 我這輩子從來不認識林宇倫 然後可是他下面提了三個人名 就是林宇倫 然後杜成 頓禮成 還有劉相傑 另外兩個人名都寫錯字了 都寫錯 音是對的但是字是錯的 對 杜禮成的成不是這個成 對 是三點水 劉相傑的結是女字編 對 可是林宇倫是完全寫對了 所以他最不熟的 好字寫最對 還有下面 他提到林太太 林宇倫的太太 不姓林 不要叫那個林小姐 林小姐 你不要叫他林小姐好不好 你不要叫他不姓林真的 所以他整份就是看得出來說 你是隨便寫寫還是怎麼樣 這是要打罷我們 然後他今天早上 就是有上一台那個直播節目 對 然後就有上直播節目 他再強調一次說 他從來不認識林宇倫 然後沒有幫林 林宇倫沒有幫他打過選戰 對 然後我剛好通靈道 你也會做夢就對了 你也收到匿名爆料 我有收到匿名爆料 因為他說 他的說法是說 我都是收到匿名爆料者的資料 那匿名爆料者爆料給我 我查認做沒錯我就會爆料 那我也可以收到匿名爆料者資料 確實當初爆料者不是直接給許曉欣的 他是給他老公的 而且他那時候有跟老公聯繫 然後就說會傳檔案過去 結果檔案太大還傳不過去 所以許曉欣他老公就說 不然你就寄我的E-mail E-mail 我給你E-mail幾號 對 你就傳我E-mail就傳過去 而且我跟你講傳過去之後 大概過了兩個禮拜 大概過兩個禮拜 然後還回報說 我們巧欣要用這份資料 要用這份資料開始 要去打綠營 而且重點來了 我跟你講 巧欣老公 你如果不記得這件事 你去翻一下你的E-mail信箱 你忘記是哪一天的話 去年5月 5月初開始翻 大概翻兩三天 你就會翻到了 我懷疑你是害客 沒有 我也有匿名爆料找 你就從5月 去年5月開始翻 往前翻兩三天 你應該就可以翻到 那個寄件備份了 收件備份 那如果 你忘記 如果你的E-mail信箱 跟巧欣的LV包包一樣多 記不清楚是哪一個E-mail信箱 我跟你講 就是尾巴是你生日的 E-mail信箱 好不好 尾巴是有寫你生日的那個信箱 去查去年 5月初開始翻 往後翻就可以翻到 好吧 就可以翻到那封信了 好